常見的登革熱病霉紋支撐員 有桶鋼棚、背器瓶罐、輪胎 還有屋簷排水槽 帆布皺褶等等都是容易有積水 進而支撐病霉紋的地方 住家也不能忽略 地下室、盆栽體盤 甚至毛小孩寵物水盤都要留意 因為只要0.5公分的積水 就有可能成為病霉紋支撐的溫床 記得防溫四招 尋、盜、清、刷 尋、經常尋檢 檢查居家室內外可能積水容器 盜、要倒掉積水容器導致 清、減少容器 不要的器物立即丟棄 刷、去除蟲卵 並清洗容器內壁 如果民眾出現有發燒、頭痛、後眼窩痛 關節或者是肌肉痛、皮膚紅疹等症狀的時候 請民眾務必儘速前往高雄市登革熱 合約醫療院所就醫 並且告知醫師你的活動時還有旅遊時 也特別提醒醫師夥伴們 若就診的民眾出現提示登革熱的症狀 務必落實TOCC問診 並且加驗NS1快篩 通知轄區衛生所 曾感染過登革熱 現在出現嘔吐、黑便、嗜碎、流鼻血 或嚴重腹痛等症狀 是登革熱重症警示的真相 為及時就醫 死亡率高達50% 特別是糖尿病、洗腎、癌症 都是重症的高危險群 叮咬的高峰期是上午9點到10點 及下午4點到5點 在戶外 請穿著淺色長袖衣褲 塗抹防蚊液 建議使用金正甫核可含迪碧 派卡瑞丁的防蚊液 提醒夏天戶外活動 可先塗防曬 間隔15分鐘再塗防蚊液 在室內 注意家中 紗窗、紗門有無破損 避免蚊子飛入室內 睡覺時可使用文帳、電文拍等面文用具 首部曲 以新聞播報與連線報導的創意方式 搭配畫面示範 呼籲大家一同落實防蚊四招 二部曲 醫療診斷 以醫師專業角度 共同呼籲 如出現症狀 應緊述前往登隔熱合約醫療院所就醫 提醒醫師們T.O.C.C.問診 家驗NS快篩 通知醫療院所及衛生所 莫部曲 以自身專業介紹防蚊措施 國內登隔熱疫情持續上升 衛生局呼籲市民朋友 轉發登隔熱防治三部曲 館 放模式 放棄 開箱 二部曲 一部 三部 二部 他 五部 二部 感谢观看